我对于植物比动物还要喜欢 原因是因为我懒 不高兴为了区区视听之鱼 一日三餐地去饲养照顾 而且我也有点相信 鸟身自为主的舆论 觉得把他们活物拿来做囚徒当西奴 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若是草木便没有这些麻烦 让他们直站在那里变好 不但并不感到不自由 并且还真是生了根地 不肯再动一动力 但是要看树木花草 也不必一定种在自己的家里 关起门来赌赏 让他们在野外路旁 或是在人家粉墙之内 也并不防 只要我偶然经过时 能够看见两三眼 也就觉得欣然 很是满足的了 树木里边我所喜欢的第一个是白羊 小时候读古诗十九首 读过白羊和萧萧 松柏加广路 支剧 但在南方中未见过白羊 后来在北京才初次看见 谢在杭柱五杂祖中云 古人木树多植无秋 男人多种松柏 北人多种白羊 白羊即青羊也 其树皮白如梧桶 夜似东青 微风击枝 折西立有声 故古诗云 白羊多悲风 潇潇愁杀人 雨一日速邹县驿馆中 辅就枕即闻雨声 静悉不绝 适而曰 雨矣 雨亚之曰 岂有敬业语 而无言六者 至名是之 乃清阳树也 南方绝无此数 本草纲木卷三五下 隐藏藏契约 白羊北土极多 人种须木间 树大皮白 其无风自动者 乃羊仪 非白羊也 又寇宗是云 风才至 夜如大雨声 为无风自动 则无此事 但风微时 其夜孤即处 则往往独窑 以其地长 夜重大 是使然也 王向进群方谱 则云 羊有二种 一白羊 一青羊 白羊地长 两两相对 遇风则素素 有声 人多直之 坟墓间 由此可知 白羊与青羊 本自有别 但 无风自动 一节 却是相同 在史书中 关于白羊 有这样的两件故事 南史 萧惠开传 惠开为少府 不得志 寺内摘前花草甚美 西铲除 别指白羊 唐书 气壁和力传 龙祥中 私嫁 少卿 良修人 新作 大明宫 执白羊 于亭 是和力曰 此目一成 不数年 可疲 和力不达 但颂 白羊 多悲风 消消愁 杀人之据 修人经物 耕之以同 这样看来 似乎大家 对于白羊 都没有什么好感 为什么呢 这个理由 我不大说得清楚 或者因为 他老是 素素地动的缘故吧 听说 苏格兰地方 有一种传说 耶稣受难时 所用的十字架 是用白羊木做的 所以 白羊 自此以后 就永远 在发抖 大约是知道 自己的罪孽深重 但是 坐钉的铁 却似乎 不曾因此 有什么罪 黑铁 这件东西 在法术上 还总 有点位置的 不知 何以这样的 有幸 有不幸 但无相 结婚时 寄贱铁 帆门窗上 铁链等 稀用 红纸糊盖 又似 别有缘故 我承认 白羊 种在 须木间 的确 的确很好看 然而 种在 斋前 又何尝 不好 他那 瑟瑟的 响声 第一 有意思 我在前面的 院子里 种了一棵 每逢 夏秋 有客来 摘 叶化 的时候 忽闻 犀利声 多一事 雨下 推护 出事 这是别种 树 所没有的 家畜 梁绍青 怕白羊的 萧萧 改植梧桐 其实梧桐 也何尝 一定吉祥 假如要讲 迷信的话 吴香 有一句 俗艳云 梧桐大如斗 主人搬家走 所以就是 别庄花园里 也很少 种梧桐的 这实在是一件 很可惜的事 梧桐的枝干 和叶子 真好看 且不提那 一叶落枝 天下秋的 兴趣了 在我们的后院里 却有一棵 不知已经有 若干年了 我至今 看了它 十多年 树干 还远不到 五合的粗 看它大有 黄羊木的神器 虽不恶润 也总长得 十分缓慢呢 因此 我想到 毕级梧桐 大约只是 南方的事 在北方 或者并没有 这句俗艳 在这里 梧桐想要 如斗大 恐怕 不是容易的事吧 第二种树 乃是乌旧 这正与白羊相反 似乎只生长于东南 北方很少见 路录归蒙诗云 行些美衣鸭就影 路由诗云 乌旧赤鱼风 园林二月中 幼云 乌旧新天落叶红 都是将这乡村的景象 其民药术卷实裂 五股国裸菜 如非中国物产者 下注云 辽亦存其名目 寄其怪异耳 原及山则草木 任时非人力所重者 惜附于此 其中有乌旧一相 隐玄中寄云 京阳有乌旧 其时如鸡头 则知如胡麻子 其之味如诸之 群方谱言 江浙之人 凡高山大道西边宅盼 无不中 此外则将其安徽 盖亦多有之 关于他的名字 李时珍说 乌喜时其子 因已明之 或曰 其木老则根下 黑烂成就 故得此名 我想 这或曰 孔泰淤曲 此树又名压旧 或者与屋 不无关系 乡间冬天 卖野味 有旧子戏 独如呆鸟字 是道须地方名物 此物 带是乌类乎 但是其味颇佳 平常所谓 细肉 几乎便值此细也 旧树的特色 第一在业 第二在十 放蜂生长 积山静水间 所以诗中 常常说及就业 便是那唐朝的章记 寒山四师所云 江峰与火对酬年 也是在说这种红叶 王端吕注 重论文摘笔录卷久 论及此诗 注云 江南临水多值乌旧 秋叶宝霜 鲜红可爱 诗人泪止为风 不知风生山中 性罪恶诗 不能重之江畔野 此诗江峰二字 亦未免误认儿 范淫在月宴卷中 旧树向下说 十月夜丹 急风 其子可榨油 农阶直田边 就把两者误合为一 罗一长 青山济云 山之路珠村 盖考亭之祖居也 自此以时笑歌 松风上下 遥望木叶 桌霜如卧丹 使见怪已为红花 久之之为乌旧树也 彭窗续路云 录紫渊 玉章路沿 饶兴间 旧树冬出夜落 劫子放腊 每颗做十字列 亦从有数颗 望之若梅花出湛 之颗截躯 多在野水乱时间 远近成林 真可作画 这两节很能写出旧树之美 它的特色仿佛可以说是中国化的 不过此种景色 自从我离了水乡的故国 已经有三十年不曾看见了 旧树子有极大的用处 可以榨油制竹 月燕卷中蜡烛条下注曰 卷新草干 敖柏油脱绽成竹 加蜡为皮 盖子草之则红 汪约珍著《胡雅卷八》中 说得更是详细 中至竹心 外果污就子油 又以子草染蜡盖之 曰就油竹 用棉花子油者曰青油竹 用牛羊油者曰荤油竹 胡俗四神祭先必然两句 皆用红旧竹 婚嫁用之曰喜竹 坠辣花者曰花竹 神寿所用曰寿竹 丧家则红或白竹 亦就竹也 日本四岛安良边和汉三才图绘 五八隐本草纲目与云 竹有蜜蜡竹 虫蜡竹牛之竹就油竹 后家案与约 按唐氏云少府间 每年供蜡烛七十亭 则原以前既有之矣 有树品 而多用木辣牛之辣也 有油竹子 残豆苍儿子等为蜡者 或易灭 有金坤油为蜡者 其燕甚臭 牛之辣亦臭 近年至今 去其臭气 故多以牛辣尾为木辣 神佛灯明不可不变 但是近年来 蜡竹恐怕已是倒了运 有洋人替我们造了电灯 其次也有洋辣洋油 除了拿到妙峰山上去之外 大约没有它的什么用处了 就是要用蜡竹 反正牛羊之也凑合可以用的 神佛未必会的见怪 日本真宗的和尚 不是都要娶妻吃肉了吗 那么旧油并不再需要 田边水畔的红叶白石 不久也将绝迹了吧 这与国民生活上 本来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在我想起来的时候 总还有点怀念 小时候洗读南方草木状 灵表路易和北户路等书 这种脾气至今还是存留着 秋天买了一部大版的本草纲木 很为我的朋友所笑 其实也只是为了这个缘故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